這邊是三千兩百米的 這個河歡正前方這個叫河歡主峰 然後再是河歡西峰 我們左手邊叫河歡東峰 所以一個天氣好 那你看那種植背的部分 那右手邊它屬於背封面就有豎著很多的 那如果是相關面的話就比較豎 那背封面 這屬於冷山 這邊下雨天的時候就很辛苦了 那最怕是整個下雪的時候 然後又下雨 那個知道嗎 上次有一次兩副車 這邊打滑就滑下去了 知道嗎 就再見了 知道嗎 所以這邊上來的時候 一定都要上雪鏈 我們走 他要讓我們來對呀 他上坡 他上坡我都會有很多 不是 上坡車要讓下坡車 沒有啦 什麼上坡車讓下坡車 上坡車要讓下坡車 這是大車的機器 什麼下坡車在讓上坡車 真的耶 沒有沒有沒有 反規是這樣 我等一下找資料給你看 沒有啦 反規我們大車是這樣的 我們大車出去就是這樣 不然是下坡車的 你放爬不上來就對了 要騎著這樣 擋車有時候 爬不走開玩笑 因為他為什麼 因為那個 你煞車煞不住 滑下去很危險 好 如果你要載到爬不上來 那萬坡車的大車就是 下坡車要讓上坡車 我們學職業駕照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耶 不不不不 你會騎乞車 每一隻 來看一下 右手邊這邊的植被的生態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凋路就只有這101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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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最簡易的 上去30分鐘 你跑步的話 算下20分鐘 這個叫時間3 對 對 這是最簡易的山路 這是最簡易的山路 你在這邊爬上去 看風景 哇 這個也變起來什麼的 所以有人想說台灣沒什麼山啊 你其他自己來一趟就知道 台灣的山是東亞最高峰 我們前面又要停一下囉 中學 我在看 對 然後 我們要不要停 你們這邊要不要停 隨便 要不要停 那就走了 這就是山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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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要不要停 要不要停 不停我們就走囉 好要先講喔 不然沒地方停車 停一下 這邊啊